大家好 我是阿里云的安全解决方案架构师 我叫村青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 来进行云上安全架构设计 和解决方案课程的学习 今天的分享呢 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首先去分享一下 我们的安全趋势 之后呢 介绍我们阿里云的安全能力 和云顿的产品体系 基于阿里云的云顿 安全的产品体系 我们可以构建起云上的安全解决方案 今天主要介绍以下四个解决方案 包括基础安全的解决方案 业务安全的解决方案 内容安全的解决方案 以及SUB上云 还有混合云的安全解决方案 最后我留一点时间 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云上的安全的典型的案例 首先分享我们的外部的安全环境 从结果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外部的安全环境 趋势还是非常的严峻的 大家可以看左上角这个图 2016年到2017年 我们抵到此的攻击流量 峰值持续走高 我记得在很早之前 我刚刚进行 信息安全从业的这样一个时候 我们安全的最大的流量 可能达到的就是几百兆 已经是创下了整个欧洲的记录 而在今天 在去年的2017年里 在美国已经出现了 1.3个T的峰值流量 的抵到攻击的情况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攻击的态势 是越来越恶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右下角这个数据 在2013年到2017年里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被篡改的网站数量 可以说是持续的举报不下 即使在我们的网络安全法 包括等级保护制度 已经实行了这么长的 今天我们在2017年里 依然有618个政府网站 受到了网站篡改的威胁 可以想象中 这618个网站被篡改的网站 背后一定有非常多的 政府的官员 或者单位的一把手 是要为此时负责的 那一方面我们看到 外部环境非常严峻 造成这样严峻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我们自己内部的 安全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 一方面我们的漏洞数量 是逐年增大的 可以看到在2017年里 爆发出来的高危漏洞的数量 是持续的走高的一个态势 而7分以上的高危漏洞的占比 达到了39.3% 而我们讲到了一般 什么叫做高危漏洞呢 是指说通过这样一个漏洞 我们可以获得到主机的权限 可以进行一些 我们比如说一些数据的窃取 进行一些管理权限的获得等等 这就这样的漏洞 我们叫做高危漏洞 而这样高危漏洞的占比 几近40% 进行好相关漏洞的修复的话 很可能在互联网上 一个没有太多 IT技术背景的同学 一些黑客 我们叫脚本小子 就可以对我们的EO系统 造成非常严重的侵害 因为它的漏洞的利用代码 是公开了的 2017年以来 2017年以来 受到的重大影响的漏洞 在下面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非常的多的 非常的多的 那一方面由于外部的环境 外部的压力非常的巨大 我们自己的漏洞管理 做起来又非常的困难 所以导致的结果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安全事件频发 在今年的2018年的8月份 出现了可能在今年 如果去评年度 新乡券事件 一定不会漏掉的一个事件 就是华筑集团 酒店开房疑似泄漏 整个的事件造成的 新乡泄漏的总数 超过了五一条 可以说 这也是一个和我们自己 息息相关的 一个信息安全事件 而由于这样的 一个信息安全事件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不仅仅是我们 华筑酒店的 相关的责任人 包括攻击者 都受到了相应的 法律法会的处罚 这就是一个 安全事件频发 以及由于这样一个 安全事件 导致的一些安全的后果 所以我们针对于 网络攻击的态势 也做了一些分析 我们认为 勒索攻击成为了 网络攻击的一种新常态 针对于关键基础设施的 网络攻击 进行了一个升级 其实华筑酒店 它也进行了一些 安全防护的一些建设 但是由于 它所需要保护的 我们讲叫这种 开房的信息 那价值量过于巨大 所以说它的攻击的成本 就攻击的方式 也做了升级 这里面就给我们的业主 给我们的甲方 敲响了更高的警钟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提升 我们的防护能力 构建更加完善的安全体系 去应对我们日发严峻的 外部恶劣的安全态势和环境 那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网络安全新常态 推动了正起 建立起重宝化的 重宝的常态化 需要将我们的应急 需要将我们的安全体系 做到小时化的应急 我相信在这种大型的数据 泄漏的过程中 它的数据一定不是 一瞬间 几万条的数据 几数亿计的数据 不是一瞬间从内部 反向外部的 所以需要我们构建起 快速检测 快速响应 及时止血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 所预计的一些 我们的安全态势 预计的一些分析 那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是外部的安全的环境 愈发的恶劣 那我们国家其实从监管层面 也看到了 这样一些趋势的变化 也希望从立法层面 对我们的国家的 网络安全建设 提出一些 有价值的一些参考 而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在去年的6月1号 网络安全法正式实行了 网络安全法就像我们的 国家法律体系里的宪法一样 给我们所有的网络安全建设 网络安全运营和 网络安全的投入 指明了一个方向 那在网络安全法里就明确的规定了 注意第21条 网络安全的总体要求 明确要求我们国家是实行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 也就是在网络安全法的 这个法律层面 将等级保护制度提高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网络安全的运营者 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 要求 履行安全保护的义务 主要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义务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网络安全的运营者 履行等级保护制度 通过等保 是你应尽的义务 做和不做的选择权不在你 那如果你不做会有什么问题呢 第六章 法律责任里 明确的提示了 如果 由于信息安全 造成了一些损失 单位可能面临的是罚款 暂停业务 停业整顿 关闭网站 甚至严重到能够调销营业指导 指导 那包括像内涵段子等等一些 应用系统 包括一些非常知名的APP的关停 都是在我们的 网络安全法实施的大背景下 所出现的一些 我们的网络安全法的一些执法的案例 给我们的行业的从业者 一方面敲响的警钟 一方面给我们的安全的建设 其实也指名的方向 二十一条已经讲得很明确了 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那讲了这么多 什么是等级保护制度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网络安全法 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是一种 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 是一种对于信息系统 去分类保护分类定期的一种国家的标准 它在国家层面 规定了你一个信息系统 当你要通过比如说是二级系统 或者三级系统 根据重要程度不同区分 你需要达到的信息安全建设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它在技术和管理层面提出来了非常多的要求下 而我们的甲方我们的业主方想要去通过等保的话 就是去不断的满足每一条对于技术对于管理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它的地位是什么呢 它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啊 是我们国家信息安全保障的工作的一个基本制度和基本国策 它指明了我们安全工作的一个基本方法 在这里面有几点啊 需要大家来关注的 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是 它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计算机系统 然后呢 它的监管力又也是非常大的 二级以上的系统啊 是每两年进行一次测评 而三级以上的系统 至少每年是进行一次测评的 如果发现不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规范 或者基础要求的话 可以发我们的这个公安机关会向这个单位去发限期整改的通知书 如果要是还不做 结果非常的简单 处以警告或者停机整顿 那下面就是依照于我们的网络安全法和等级保护制度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 所进行的一系列的一些执法的一些活动 包括关停直播网站 大数据的安全的调查 然后各被新兴的存在高危漏洞 被罚出去的警示函 还有一些我们一系列的 包括关闭的有内含段子 boss直聘 因为这个内容没有进行实人认证 导致了违法兮兮的传播 造成了一个勒令整改 一个结果 还有像山西新州市的某市值的网站 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义务 被处罚 这是因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因为等级保护所进行那些处罚的情况 那总监期让我们可以看到啊 如果你不做安全的话 其实未来从业务角度处罚的话 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首先你可能造成业务的中断 被你到此攻击了 在双十一的时候你的业务的网站打不开 影响非常的巨大 还有可能造成数据的泄漏 我们刚才提到的华硕酒店 无一条的个人信息泄漏 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还有可能造成网业的篡改 政府单位如果在中保期间 网业一旦被篡改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网络安全事件了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上升成为一个政治事件 而这个事情一旦上升到一个政治事件之后 这个性质就变化了 那除此之外呢 由于业务中断数据泄漏和网业篡改 没有可能给我们的甲方造成的是经济的损失 民事和刑事的处罚 甚至严重情况下还能造成公司的倒闭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我们建议我们的用户去思考一下 我们如何去构建我们的安全的整个的解决方案 和安全的整个的运行体系 那下面就介绍一下我们整个阿里云 在云端能够向用户提供的安全能力 以及我们的云端安全的产品体系 首先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云上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差异 大家在线下建机房的时候 其实你在构建好自己的网络 存储和服务器的环境之后 你一定会有一个专门的章节 去讲我如何构建我的 整个的业务系统的安全架构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在线下你买的杀毒软件 买的防火墙 IPS WAV的那些产品 都是需要单独采购的 其实我们在云上也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你采购了阿里云 就一定安全了 在云上我们为了保证 整个你的业务系统的安全 安全的这个责任划分 是责任共担模型 是责任共担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阿里云保障云平台的基础安全 为客户提供云上的一个系统的 一个基础的安全能力 大家用到的包括像你的账号管理系统RAM 安全组等等这样一些 我们讲的基础的安全防护的产品 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 责任共担原则里的 整个阿里云的底座 来帮来向用户提供的 但是以等宝的视角来区分 你的网络 你的主机 你的应用 你的数据的整个的管理权限 是在用户本身的 而如何对这样一些对象 进行安全的保护 选择权和决定权 都在于我们用户的自己 也就是说 用户可以选购阿里云 在云上所提供的安全产品 和解决方案 去构建起 符合自己业务发展现状的 安全防护体系 而我们阿里云提供的 基础的防护能力 加上用户选购的 我们在云上构建起的 集成业务发展的安全体系 则共同构成了 整体的云上安全的防护体系 所以我们讲 在云上 我们的安全责任是共担的 我们是共同建立起安全 而在我们云上 我们阿里云给用户提供的 选择方案还非常的多 那一方面 你可以选择我们云顿的产品系列 我们在云顿的市场 我们在云市场里 也有非常多的第三方的 基于我们云的 这样一些安全解决方案 可以去选购 解决你非常多的 具体的业务的安全的问题 那云的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差异 就是另外一个点 就是云下 其实是没有云下安全的 或者换而言之就是 云上比云下更安全 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云上 由于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 我们讲到基础的 安全防护的能力 以及我们有更多可选择的 配置非常丰富的 SARS化的安全方案 还有常态化的 7x24小时的安全运营 以及快速响应的机制 能够帮助你去解决 很多我们传统线下 解决不了的 安全的 应急响应的问题 安全体系构建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从Gardner报告里面可以看到 ITC报告里面也都可以看到 其实云计算 比企业想象中的是安全的 而且用户在业务上云之后 其实你整个的业务的安全保障的能力 是相比于我们线下ITC机房 是要强很多的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 在比如说我们爆发了一个 Stress Loop的漏洞 其实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个漏洞的爆发 在我们线下的话 我们有什么方法去做解决呢 首先如果你选择的是一个线下的机房 或者是自建机房的话 你需要单独选购一个 挂服的设备 硬件的设备 或者说你在你的服务器上 进行Stress Loop补丁的一个修复 注意啊 一般这样补丁的修复 都是需要服务器重启的 这对于我们很多用户的业务来讲 是不可接受的 那另外一方面 你还可以选择说 那好 我可以在WAF上配置一些安全策略 来做一个补偿性的防护 注意 这段就提到了一个点 你究竟有没有能力 去做一样 去运营一个线下的硬件产品 并配置行之有效的安全策略 大多数情况是很难的 我们每一个线下的硬件设备 都是单独的 规则固执单独的 配置的作为是单独的 我们不可能为这样一个设备 配备一个单独的运营人员 但是在云上是可行的 因为我们有安全专家运营团队 而我们云上的 错越的好处就是 一旦我们有安全专家 发现了这样一个漏洞 我们配置好了一条 这个全局规则 那么所有我们在安理云上的 用了我们云MARF的客户 都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 第一时间配置好的安全策略 几乎不好这样一个 爆发出来的 或者爆出来的这样一个漏洞 做到一个快速的秩序 快速的修复 这是我们云上云下更安全的 一个非常小的点 那么阿里云在这方面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积累 不管是IDC的报告 还是Forest的报告 我们都可以看到 阿里云在我们的云服务提供商里 在中国方面内 是云安全的领域 的领路者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 左边这个图 IDC给我们评价的安全能力 几乎是其他几个厂商的总和 一个红色的部分是阿里云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行业 解决方案 非常完善的安全服务体系 以及高度自动化的 安全服务模式 这都是云上的 一些安全的特点 或者一些安全的优势 那我们安全 为了自证 我们自己通过了 或者为了更好的保护 我们用户 在放心的使用阿里云 我们也通过了一系列的安全认证 这里面我们可以提到 我们是安全领域合规的全满观 这里面有几个点 可以跟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阿里云 是最早一批通过电子 政务云的一个 网信办的 这个政务云审查增强期的 一个国内的云服务厂商 这对于我们那些政府的 企业的官网 或者中央系统上云 是一根强行针 而且我们是公安部首个试点 通过云登堡的单位 登堡2.0的标准里面 我们也有幸参与了 同时我们还是等级保护 通过了等级保护四级的一个测评 下面一组数字 也从能力上 证明了我们一些安全的能力 包括我们保护了 超过40%的中国的网站 我们每天帮助用户 成功的抵御了 每36亿次的攻击 这都是我们云顿产品能力的体现 下面是我们一个安全能力的 核心的一个大图 在下面的时间里 我会给大家分开来展示 这边包括我们的 安全的云顿产品的能力 也就是发案的能力 安全服务的能力 而这些能力 我们都通过一种 产品化的方式 SaaS化的方式 可以向我们的用户去做交付 给我们做交付 下面是我们整个的云顿的产品 的整个的体系 可以看到 依照我们安全 依照我们信息安全 依照等级保护的这个分法 我们网络安全 组织安全 应用安全 数据安全 业务安全 还有安全管理 其实都有相应的产品 做落地 下面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安全的CDN 在CDN的层面上 我们可以套接一个 安全的一个服务的能力 帮助你去解决 在CDN环境下 DDoS攻击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业务的场景的困扰 也就是说用户 如果有CDN的需求 又有DDoS防护的需求的话 就可以选购 我们的安全CDN的产品 来帮你解决 安全 来帮你解决CDN 被导致攻击的问题 那云防火箱 这个产品很好理解 我们在线下 做IT建设的时候 云防火箱可以说 是我们安全建设里面 最基本的一个标配 那在我们阿里云的云上 我们也做了 这样一款产品 近期也上线了 可以帮你去做东西向 南美向流量的管控 做业务可视化 还能做主机的 做网络层的主动的 安全威胁检测 就是IPS的功能 那第三个产品 叫高方IP产品 这是我们在阿里云上的 一个非常全透的 一个王牌的产品 我们的高方产品 在我们国内 在我们国内 可以说是率先提出了 一个TB TB级别的防护 而且我们不管是 从线路质量 还是我们的网络延持 还是从我们的服务的 这个交付的完整度来讲 都是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力的 在现在我们的游戏行业 包括在我们的一些 视频直播行业 高方IP都是标配 在主机层面 我们主要做了一些的工作 保垒机 这个不多介绍了 这是一个安全运维的工具 可以帮助大家来做 单点的一个 通过保垒机来进行 一个设备的运维 今天单点的一个登录 并且做操作行为的一个审计 而保垒机 是我们过等级保护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 配备的一个单品 比如说你讲过等保的话 保垒机是必须配备的 容器安全是一个非常新鲜的领域 在容器安全领域 我们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来做我们容器安全的 保护的落地 安吉士是我们主机安全层面 在云端SaaS SaaS化服务的 一个主推的产品 它可以帮助用户 去解决主机层的 机线管理 漏洞管理等等一些 非常困扰我们 我们大家这种主机层面的 一些用为的一些难题 在应用层面 包括外部应用防火墙 证书服务和网站 一些扫描 分别从防护的层面 从HPH网站的HTTP S化 以及网站漏洞的 发现的层面 帮助你去构建起 事先事中事后的 应用安全的防护体系 在数据安全方面 加密服务 数据库审计 数据脱名 我们也都有相应的一些产品 和服务的落地 然后除了我们讲的 数据层面以下的 我们的基础安全的能力 我们还能够帮助其用户 去构建其他业务安全的能力 这边包括风险识别 比如我们的一个电商内的用户 在双11的时候 如果被人家耗羊毛了 其实造成的业务损失 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识别出来 哪些是正常的 我们的业务流量 哪些是具有风险的流量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你 风险识别的能力 内容安全的能力呢 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互联网整治 这个大环境下 可以提供给我们用户 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 帮助你去识别出来 你的业务系统里 哪些地方是违规的 有没有设防设证 设孔的图片 视频文字音频等等 通过我们的云端的接口 API调用 就可以通过调用 我们的内容安全的能力 发现违规的一些情况的出现 第三个是实人证 实人证可以说是一个业务的风口 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线下场景里面 是跟实人证相关了 那安全管理里面的态势感知 安全重刺和安全管家 是我们的一些服务 安全态势呢 是云上安全的一个大脑 相当于是从一个安全的管家的层面 安全的这个运营中心的层面 帮助你去理解 帮助你去看清楚 你的业务系统 究竟面临着哪些整体的风险 它也是一个SARS化的云端服务 安全重刺和安全管家 是我们云端的 一个安全的人工的服务 和运营的服务 那我们阿里云的安全能力 输出的全景可以看到 我们从基础安全的层面 业务安全的层面 和数据安全的层面 都可以帮助我们用户 去构建起我们云上或云下的 整个的安全的运营和防护的体系 这里面分别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些产品 第一个介绍的产品 是阿里云的高防 高防产品 我们叫高防IP 这个产品啊 我们能够提供业界最高的1TB 性能的迪道斯防护 迪道斯攻击啊 其实是困扰我们很多用户 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 我们叫网络攻击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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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因为迪道斯攻击它的特点 是发动攻击的成本非常的低 我们有一个判断啊 发起一个迪道斯攻击的成本 甚至也就是两倍星巴克的价钱 而给我们用户造成的业务影响 就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它造成的直接影响 就是你的网站打不开 正常访问用户的时候 你的网站的服务不可用 大家去设想一个场景啊 比如说一个游戏的公司 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正是大家游戏 用户这个上量 上量的时候 突然你的网站 或你的游戏的服务器 抖动延时非常的巨大 甚至打不开了 我相信你的网站的 或相信你的游戏的 用户流失 是会非常巨大的 可能第一次大家就会骂一骂 第二次的话 大家可能就不玩这个游戏了 那电商店的用户更惨 前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进行了这样一个 双十一的一个预热 各种方式去引流 大家在双十一当天 你的网站 由于攻击了对手 或者是被勒索 导致网站打不开 你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 都复之流水 所以说保障业务的可能性 是我们很多的 行业用户的刚需 包括什么呢 电商政府 金融互联网 这些行业里面的抗低 抗抵DOS服务 都是刚需 而阿里云的 我们的高红IP产品 由于我们的ETB的 就是高性能的 DOS防护 精准全面的一些防护的策略 已经成为了很多 我们行业用户里的 安全产品的 抗低这类的首选 我们基本上的 市场占有率 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那DOS攻击怎么去使用呢 它是通过修改CNAME值 来做一个互联网引流 来帮助用户去讨论 去进行DOS攻击的防护的 这也体现了我们云上 安全产品的一个 非常好的特性 就是我们的所有防护能力 是共享的 所以我们的防护能力 能达到一个TB 而它的整个的流程是 用户只需要修改 自己的CNAME的指向 在CNAME修改之前 它的用户访问的路径 是这样的 比如它输入一个网址 从我们的浏览器端 输入一个网址 比如3w.a.com 或者3w.a.com 它可能指向的是 在阿里面上的一个 服务器的地址 1.1.1.1 那通过定案的解析 就会直接访问给它 如果你想访问 a.1.1.1.com的话 你访问的是1.1.1 这个地址 那通过路由解析 就可以到这个 服务器地址 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别人的修改 就可以让用户的访问的过程 先跳转到阿里面上的 一个实力 或者是说 跳转到阿里面上 我们分配给用户的 一个IP地址 相当于我们阿里面 帮用户做了一个 访问的代理 而我们的这样一个 代理的节点 是具备非常强的 DDoS防护的能力 整个的DDoS防护的逻辑 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 借用了我们阿里面 高防的产品的能力 用户就可以去进行 这种TB级别的 DDoS攻击的防护 这个产品的价格 大概在每个月 20800块钱起 能够防护 30个G的DDoS攻击流量 如果你需要的 防护的流量的 阀值更宽的话 那个业务可以去 参照一下官网 而这句话 在电商金融 企业网站被DDoS攻击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推荐 我们的用户 去选购 我们的阿里面的 高防IP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DDoS高防 也进入了第一阵营 这是我们国内的 唯一一家 进入了这样一个 DDoS攻击的 这样一个评比 下面一个产品是 外部应用防护墙 就是WAF 它主要的目标是 保障网站的安全 那我们有一句话 其实就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网站 业务是你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口 或者说你的业务的开展 是非常有非常强的 依赖于你的 外部网站的话 我们非常的建议你 采取 采购我们的 外部应用的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的WAF 原因是因为 因为针对于 所有的黑客的攻击 其实 由于暴露面的问题 它通常会从你的 网站 对公服务的 这样一个窗口 进行下手 去探测 你有哪些漏洞 进而去进行 一步的渗透 主机的一些提权 然后信息的获取 然后外传 等等一系列的 后续的操作的过程 而如果你的网站 有一些比较好的 防护机制的话 可以阻拦掉 大部分的 针对于你 核心数据的一个攻击 那我们的WAF 能帮助你 解决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 首先是数据防吸漏的问题 解决外部的攻击的问题 我们可以缓解CC攻击 避免业务瘫痪 有各种各样的 规则漏洞的 在线更新 那除此之外 我们的WAF 和传统线下WAF 最大的区别在于 我们还有很多 互联网场景的 一些功能和特点 包括防恶易爬虫 短线炸弹 网站的暴力破解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 传统新WAF 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 更偏业务网的场景 更偏回往 业务的场景 防黄牛刷票 商品秒杀 耗羊毛挡 作弊等等 通过我们的WAF 也都能来做 而WAF的 整个的运行的机制 也和我们的高华IP一样 相当于通过 DNS的CNAME的解析 来做一个云端的代理 把乐意的访问过滤掉 放过好的一个访问 就是它整个的 一个防护的过程 可以看到我们的WAF 在Horist Sullivan的 这个报告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友 我们的市场战友率 在大中华区是第一的 战友率超过了32% 然后介绍完了 可用性介绍完了 网络层的应用的 Web应用防火墙 这个产品之后 下面告诉大家 我们的主机安全怎么做 主机安全 我们推荐用户 采购我们的 安齐式的安全解决方案 它是我们入侵防护的 最后一道防线 刚才也提到了 当黑客做这种 试探攻击的时候 通常会从网站着手 但是最后 他想获取到最核心的数据 一定还是从我们的 主机侧获取的 因为主机上 跑着我们的数据库 跑着我们最核心的 一些业务应用 对吧 那在主意上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黑客在实施攻击的过程中 是通过 表漏洞 实施入侵 再进行破坏 这样一个流程来做的 所以安齐式的防护的逻辑 也是一样的 我们会需要 我们会帮助用户先自查 帮助你去检查你的系统里 有哪些漏洞 你的机线配置里面 有哪些不合规的 有没有 比如像弱口令 比如像不应有的 这个端口的开放 不应有的服务的启动等等 这样一些机线不合规的情况 并且提供一线修复的功能 减少你的运维成本 当攻击者或者黑客 在实施入侵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在在线的 可疑进程的云叉杀 异常的秒级告警 入侵行为的分析 而如果在它进行 系统破坏的时候 恶意进程的实施阻断 不把的一键隔离 值得回溯 通过层层布防 可以有效的解决用户的 在主机层面的安全问题 这个产品我们认为是 你构建云上安全体系里面的 一个非常技术的产品 就像我们原来 主机层面要装的 小轮件一样 我们也推荐我们的用户 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很多的安全事件 不管是网站的 网页被篡改 还是信息泄露 当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是会莫及的 那态势感知 帮助用户构建起什么呢 从IOC IOA和LOR 这个不用去解释 其实就是从 空气态势 空气态势 还有风景态势三个维度 就帮助我们的用户 有一种这种全局的视野 去发现自己 现在网络安全 所处的一个状况 而这个态势感知 非常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可视化的大屏 在我们的用户 需要去展示 我们安全的一个 这个态势的时候 需要向领导汇报的时候 态势感知 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当然态势感知 还有一个另外 非常大的作用 它是一个安全的 运营和管理的中心 它可以把我们 所有的安全日志 做一个集中 登报里面 也是非常需要的 接下来完了 我们刚才进了 三个工房类的产品 再介绍一个 非常基础的 安全跟防护的产品 就是运防火墙 相比我们线下的防火墙 我们运防火墙 其实在功能层面上 地理上和线下是一致的 但是它的特点是SARS化 简单使用 既开既用 而且呢 由于是和阿里云 深度集成的 所以它是内置机群 非常稳定可靠 还有自动的 这样的Failoff的机制 单独的一个机程 挂了之后 你可以无感知的切换 对于我来讲 是无感知的切换 我们有这种性能的 平滑拓展 以及这种备份的 和容易的机制 那帮助我们用户 主要是以下的三个功能 第一个是能够 统一我们的策略管理 我相信在我们的 云上的用户 如果你的ECS数量 很多的情况下 对于这些ECS的访问控制 其实是一个 可以讲是一个 非常论文的存在 因为我们的ECS的 这个安全组 只能放到我们的 单个ECS上 那组合组之间的 访问控制策略 因为你没有 统一的管控平台 你会发现越来越乱 那我们的云防火墙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有 统一的管理界面 还能做一个 全网安全流浪的可视 当有出现 异常的外联的情况的话 还能做第一时间的告警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 非常适合我们 等保的要求 就是智能的入侵阻断 也就是IPS的功能 其实在等保的过程中 我们在传统C下等保 有几个产品 一定是标配的 防火墙 IPS WAF 还有主机的安全防护 对吧 那我们的云防火墙里面的 叫智能入侵阻断 这个功能 对应的就是 我们线下的IPS 这个产品 能够帮助你去精准的 阻断一些 我们的在网络层里 明显包含攻击的 一些保温 能帮助你去解决一些 你比如说 补定无法及时更新 那么就可以通过 我们的IPS功能 在我们的网络层面 做一个有效的 补偿的防护 补偿的防护 那保理机这个产品 是我们云上运为 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它可以提供用户 一个统一登陆的界面 而通过阻断掉 其他的一些 我们的 对于我们的一些 组内的 或者说我们的一些 云上IPS资产的 一些扫动控制 或者说一些运维的行为 我们可以让用户 构建起来一个 我们讲叫做 安全运维的一个体系 也就是说 你想要去对你 云上的一些IPS资产 进行一些运维的动作的话 必须通过 保理机来进行 而你每一个登陆保理机 之后进行的操作 不管是图形化的 还是命令行的 我们都通过保理机 可以去做全量的审计 一方面 我们满足合规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 在有一些场景下 比如说我们有大量的 一些运营人员 或者说我们的机器 众多 我们需要去 按我们的这个 按组织 按这个我们的部门 来划分运营的权限的时候 保理机是一个非常好的 划清权限 并且去做好 全程审计的 这么一个产品 在登保里 还是刚需 它对应了非常多的 一个测评价 那我们还有一个产品 是帮助用户去发现 自身安全风险的 是我们的网络 漏洞扫描类的产品 可以帮助用户 评估 发现自己网站上 存在的一些漏洞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个漏洞扫描器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卖点 或者非常大的一个问 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不仅能像 传统扫描器那样 发现你网站的漏洞 我们还能发现 你网站内容上的一些违规 就是你有没有一些 网站里面 有没有一些这种 射孔啊 射证啊 包括一些色情的内容啊 这样的也是我们这个产品 的一个非常 古特的 或者对用户来讲 非常有价值的一个 一个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功能点 功能点 那基于以上的 我们一些安全产品 我们可以帮助用户 用户构建起 不同场景下的一些 安全解决方案 那首先介绍一下 基础的一家 基础类的安全防护方案 在互联网行业里面 其实我们用户啊 面临的安全风险 已经形成了 我们讲的 形成了一个新的态势 我们传统 我们去讲 我们的一些用户 这个安全风险的时候 可能在三到五年前 更多跟用户聊的是 我们下面这样一个 圆圈里的上半部分 就是我们会跟用户去聊 你的体道次攻击 引起的业务中断 你关不关注 对吧 或者说你的黑客入侵 导致了我们的 网络网页篡改 数据泄露 资金损失 危机公关 对我们用户来讲 损失大不大 那其实 现在来讲 我们的用户 更加关心的 相信在座各位 更加关心的应该是 不仅仅是用基础防护 因为基础防护 已经是大家一个共识了 这个东西一定要做 就是怎么做的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 我们的IT的团队 我们男权团队 把我们的目光放到了 怎么样去帮助 我们的业务成长上 比如说内容安全 因为在内容安全层面 如果我们触犯了 那条红线的话 那条高压线的话 是会突然死亡的 那所以我们需要去帮助 我们的业务去识别出来 我们有没有触碰到 这种红线的可能性 要识别出来 涉谎涉政涉苦的文字 避免这种监管的风险 那除此之外 还要像我们的业务 我们不仅做安全的时候 不仅要做这种 副项的一个防护 我们最后还能做到 一个正向的支撑 和正向的一个促进 那什么是正向的促进呢 业务欺识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正向的促进 我们无数 我和很多的用户 我们交流过 像我们很多的用户 IT的投入的预算 可能并不大 他可能很多的业务 依赖IT的这个 依赖度并不高 安全肯定每年的投入 可能也在十万 IT投入在百万左右 但是很多我们的公司 为了扩大自己的生产 为了扩大自己的一个市场 每年投入的营销成本 可能达到了几千万 就同样是那个安全投入 十万 IT投入百万的公司 营销成本可能投入是上千万 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这样一些安全的投入 你的这样一些的 这个营销的投入 究竟有没有真正 触达到我们的用户 当然这是我们很多用户 所关心的问题 那如果一个安全的 我们安全的负责人 或者我们的IT的负责人 能够告诉我们用户 告诉我们的决策层 我们可以从安全的角度 切入进去 帮你解决业务欺诈的问题 挽回由于垃圾注册 刷票 刷积分 羊毛档等等 造成的一些业务损失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 解决用户的这个 深层性的业务问题 给用户带来的这样一个价值 是会更大的 是会更大的 我总结一下 互联网家的这个基本的 为啥有哪些 一个被迪道斯攻击 导致业务瘫痪 推荐迪道斯 防迪道斯的方案 这里面通过迪道斯高防 尤其顿可以解决 如果你的网站 或者你的业务系统 被频繁的入侵 爆出来了漏洞 或者频繁的会 或者是因为公共的 因为你的这个 防护的体系没有固件好 导致了数据泄漏 导致了资金损失 那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从攻防的层面 把自己的整个的防护的 我们讲的壁垒和城墙 进行一个好好的加固 在这里面的挂幅 但其实 监制计划 态势感知 是我们是必须的 那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你的网站里面 需要识别敏感数据 那这里面数据防泄漏 数据脱敏 建议用户去采购 如果你的 安全基本防护都已经做好了 我现在要做的是 保障我的业务 这项运行 我非常推荐我们的用户 去采购 或者是测试一下 业务封控的方案 你会发现 从安全的层面 是真的是真真正正的 是能够解决很多 我们业务层面的 包括盗号 垃圾注册 行销作弊 羊毛等等 这样一些业务的风险 而这样一些业务风险 其实带给我们企业的损失 是更加巨大的 能力的安全很简单 文字图片视频 被归导致的境外风险 推荐内乱举的方案 另外的方案就是 我们的包裂机和数据固审计 包裂机和数据固审计 在我们等保里面 包裂机和数据固审计 也是刚需 也是标配 那么如何构建起来 一个我们的安全体系呢 以一个非常简单的 非常标准的 一个互联网公司为例 我们一般的互联网企业 上业的时候 都会选择这样一个架构 采购一些RDS 采购一些ECS 然后用VPC把它还起来 然后把文件存到去SS0 最多加上SRB 附带均衡 另外就可以提供服务了 对吧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有营上的一个 IT的架构 那可以看到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整个的IT的环境 相当于在裸奔 相当于在裸奔 整个安全风险是非常大的 那么先第一期 我们建议我们的用户 构建起基础的安全防护的能力 防护能力主要通过WAF 与防火墙和安持来构建 从我们的这个流量的管控 外边应用的防护 还有主机层面 构建起来这种 我们讲叫云管端的防护体系 第二个层面 你做好了基础的防护之后 我们需要对你的安全的运营 提升一些安全的防护的能力 这也需要用到态势感知 作为一个安全的大脑 用堡垒机和数据库审计 提升我们运营的能力 防止堡垒从内部供扩 防止这个内部风险的一些发生 那除此之外 当你构建好了基础的防护能力之后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方案注意 在这个层面下 用户其实已经可以 进行等保二级或三级的 一个系统的 一个备案的提交了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他所提供的一些 安全防护的能力 已经基本上满足等保二级 或三级的一些要求 那除此之外 如果用户还想构建起来 一些更完整 或者说更高层面 的安全防护能力的话 可以去选择应用扫描 风险识别安全管家 内容识别或实认证等等 这样一些 偏向于业务方面的能力 而这里面有个非常 非常独特的一个产品 这个独特产品是什么 那就是高方IP 因为这个产品 首先第一方面 这个产品比较贵 第二方面 这个产品 所解决的业务痛点 又如此的聚焦 所以我们推荐给用户的是选购 如果你的业务系统 你认为它中断半小时 不重要的话 那么非常简单 你就可以默认 把这个高方IP 不默认不苟选 但如果你认为 你的IT系统 中断半个小时 是你不可接受的 那么我们非常推荐 你来采购我们包年的 高方IP的解决方案 因为如果你比如说 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 如果你中断半小时 所造成的损失 超过20万的话 你就索性用这20万 来采购一个全年的 高方IP的包年的服务 那它能够非常有效的 保障你的业务 助你的一个运行 解决到比较次攻击的 一个困扰 解决到比较次攻击的困扰 高方IP包年的费用 大概在20万左右 大概在20万左右 SR证书 SR证书是一个 我们在云上的一个 非常标配的一个产品 大家有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登陆HGDP HGDP网站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在 Chrome浏览器的左上角 会有一个黑色的感叹号 那个灰色的感叹号 提示该网站不安全 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网站 没有使用HGPS的证书 而你这个证书不是由 标准的证书签发机构 所签发的 那我们也非常的推荐一些 需要去提升自己的网站信誉 需要给用户展现自己 良好的网站形象的 让一些公司在阿里云上 还够SSL的证书 那好处就是 把你的网站从HGDP 变成HGPS之后 第一个 Chrome不会提示 你不会 你这个网站不安全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 你的这个APP 也可以非常顺利的 入住到苹果的APP Store里去 因为APP Store里 本身是对于 这个访问的 这个流量加密 是有要求的 是必须要强制使用HGPS证书的 这是一个业务上的刚需 那所以总结一下 我们云上业务的三部曲 我们认为 如果你的业务系统 在构建系统的初期的时候 没有安全预算的情况下 可以用好我们的安全基础的一些能力 比如VPC安全组 RAM 把我们基础的一些安全能力用好 当你的业务的发展到 当你的业务发展到一定程度 你会意识到 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保护你业务未来 持续发展的一个 推手和助力的情况下 你需要构建起的就是第一阶段了 构建基础的防御体系 因为当你的业务量大的时候 你的业务又重度依赖 我们的这个IT系统的时候 一旦IT系统出现安全问题 是你不可接受的 那这个情况下 构建基础的防御体系 就现在非常地重要了 网络安全 外部安全和服务器安全 优先推荐 那在这个三个基础的防护能力 体系构建完成之后 我们构建 我们希望你能构建好的 是一个我们整个的运营的体系 就是防御运营在整体业务安全 运营体系里面 我们可以见到还是那句话 防御体系加运营体系 其实就是我们在等保 我们国家三令五身 我们国家苦口婆心 要求你构建起的一个基础的 安全防护的能力 等保二级和三级 所有的一些监管的要求 基本上都是围绕我们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来展开的 可以看一下 刚才正好讲到这里的等保合围的方案 等保合围的方案里面 我们的产品的构成包括 高宏IP 云防火墙 安琪市 外边云防火墙 证书 数据库审计 包裂机和台式 那我们也有过这样一个经验 在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的上海 明确的要求了 这个P2P行业 要通过等级保护的三级 那我们按照这样一个 等级保护的三级的 这样一个方案推给用户的时候 用户的测评之后的符合率 如果进行一个P2整改 它的符合率是能够超过90%的 也就是90分的 这是一个从方案的完整度上来讲 在阿里云上 用户如果想过等保的话 阿里云的云论解决方案 是不二的选择 那除此之外 我们去讲一下我们的业务安全解决方案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热点 第一方面去讲一下我们的业务的风险识别 刚才也简单的介绍过了 风险识别主要是做什么呀 以API为基础的SaaS化 服务平台 这样企业提供快速的一个 风控的一个能力 风控能力包括哪些呢 垃圾账户的识别 活动作弊的识别 邮箱苏写的识别和虚假地址的识别 注意啊这以上识别的一些能力 都是通过API来调文来实现的 我们返回给用户的东西特别简单 就是用户给我一个邮箱地址 我告诉你 可正常可疑和恶意 你给我一个账号 我告诉你正常可疑和恶意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些方案呢 我们可以在很多用户现场可以发现啊 识别的忍去率高于85% 风险下降了90% 基本上相比于我们传统的人力审核的成本的话 我们基本是腰斩的 腰斩的 那在哪些业务场景下会用到这样一些 我们叫风险识别的能力呢 用户注册 用户登录 在支付跟钱相关的场景下 领券 订票等等 都是我们业务风险识别 非常不适用的一些场景 在整个的风险识别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 本质上的核心是 阿里云能够识别出来 我们的黑产 我们的用户行为 我们的网络位置等等 这样一些大数据 我们把这些大数据 做一个规整 规格整理 然后形成 用我们阿里云自由的一些算法 来帮助用户 去进行一个风险值的一个量化和判断 我们的输入的设备 我们不仅仅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手机号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的 吸托于我们的阿里云的大数据的能力 我们构建起来的 这样一个风险识别的维度 是非常丰富的 包括邮箱IP操作时间 EOA设备投稿等等 都是我们整个判断的依据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用户 去量化风险的指标 帮助你去做未来的一些阻断 造型 或者未来的一些 你是要去研认证 还是要求他去实验认证 你的未来的 想要去对这样一些注册行为 后续的一些管控 就可以由我们用户来实现 除了业务安全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业务通点叫做防盘 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网站 他是希望他的网站的信息 被别人发现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信息发布列的网站 但是有一类的网站 是不希望他的数据是被别人发现的 哪类的网站呢 就是当这些数据是你自己独有的 或者是你需要用非常高的成本 获取的独家的数据的时候 有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用户是不希望被爬走的 这种案就会产生爬虫的 又叫反爬的一个业务需求 而我们的阿里云的一个反爬的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是一个我们想叫端和服务端 那个叫做我们叫做管理端和服务端的 一整套的AP端和服务端的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我们的产品包括 或者我们整个的访问方案包括 一方面我们会对用户的 登陆的行为 或者说在我们的APB里面的SDK里面的 用户的登陆的行为 去做一些检查和教验 然后我们在服务器的层面 我们会对我们整个的一些访问控制的情况 我们流浪的情况和我们的一些 我们讲叫业务的模型 去进行一些安全的检查 然后最终来帮助你去提升你整个的 反爬的能力 那么这个反爬能力的体现在我们的 某个航空公司的这个项目里面 也展示的非常的明显 我们通过帮助我们的某航空公司 解决他在线订票业务的一个 反爬的一个业务需求 每个月帮他损失的经济损失 超过了上千万 他的相关的安全投入的损失 可能就几十万每个月 他之间的我们讲叫投入产出比 还是非常的可观的 在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就帮用户进行了客户端的改造 进行了网络层的防护 然后还有安全人工运营人员的加入 因为持续的反爬 其实爬虫和反爬 它是一个持续对抗的过程 你的反爬的能力提升的同时 我们的攻击者或者说爬虫方 也会不断的构造起 更加强的这个爬虫的能力 来进行一个获取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运营的介入 进行这种持续的对抗 这个用户的满意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帮他直接的挽回了一些经济的损失 那还有一个业务安全的成绩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实证证的一个方案 那实证证我们可以认为 是一个未来的业务的一个安全的封口 可以说是一样一个 看得见的飞在天堂的猪 实证证是什么东西 大家用过珠宝都有这样一个体感 就是珠宝是支持刷脸支付的 那大家进行刷脸支付之前的认证 其实就是我们实证证所能 交出给大家的一个能力 就是证明你是你 它的核心能力是比对两张照片 是否是为同一人 但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发展出来的线下场景 业务是非常多的 办公楼域里面 机构里面 教育行业 还有酒店前台 都是我们现在的 我们非常朴实的一些场景 包括哪些 我们看一下 在地产楼域里面的 这种小区 现在有很多的小区 已经不需要刷业主的卡了 刷脸就可以进去了 那在我们的工地里面 我们现在的工地 所有的工人进出的时候 都需要通过一个炸机 对吧 你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上班打卡 其实我们的工地的人员都知道了 还有我们的企业园区 在企业进行考勤 进行一个企业的门禁 阿里巴巴西西园区 已经全部实现了 我们的刷脸的进门 当你用过刷脸进门之后 你会发现再用卡去刷卡 这个进门这个效果 其实效率 包括用户体验时代的太差 还是刷脸来的快 因为你有可能不带卡 教育园区里面 就包括这个出入进的 出入上门那个门禁 等等单排考证 等等都可以 这里面提一点 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 大学生现在逃课 真的越来越难了 因为现在未来点名 都不需要老师点名了 你每一个去上课的时候 你需要在你的那个教室门前 刷一个脸 做一个刷脸登陆的动作 然后交通出行 看到越来越多的地铁 车站和机场 在进行人身份证检查的时候 你不需要依赖于人工了 依托于我们的这样一些炸机 就可以去实现 冰关网吧等等 在这样一些场景 也是非常适用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宾馆 现在在杭州驻宾馆的时候 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 身份证的查验的 一个小机器 类似这样小机器 我们把这个身份证 放到我们的机器上 然后就能读取出来 身份证和你是否是为同一人 是不是是为同一人 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很多用户 实现了一方面 我们可以输出线下的一个 整体的安全的解决方案 这个软硬件一体的一个机器 可以线下的整体打包输出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这样 人脸对比 1比1和1别的能力 通过SDK的方式 提升到我们用户的APP里面去 那我们这个某个网吧 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业务场景的一个探索 那以前我们网吧 鉴别我们某个用户的时候 依托的是账号名和密码 但是呢 你去上网的时候 因为公安警官的要求 你还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要刷身份证 这个用户体验其实很不好 网吧一方面还要雇一个人 在专门去 锁着那个 锁在那个机器旁边 去检查你有没有刷这个身份证 对吧 在进行开机的动作 那对于我们用户来讲 你也体验也很不好 我们每次去网吧 还非要带身份证 但是现在就不用了 通过我们这个 帮助我们某某某这个 科技网吧这个用户 帮他实现了 他网吧会员的注册 身份信息的识别 以及每次开机 的一个流程的打通 也就是说 他现在未来每次开机的时候 是扫一下机器上的一个二维码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下刷脸的登录验证 就可以把这个机器打开了 因为他之前已经预存过 自己的一些身份证信息 只要证明你的脸 跟你的身份证是匹配上的 你是超过18岁的 你的信息能够传给公安机关 那么整个的 开机的过程是合法的 那所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业务模式的创新 提升了整个用户的一个体验 提升了开机的速度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户 会选择来这个网吧来上网 因为你 你的这个服务体验更好 那除了之外 还有一些业务安全的一些方案了 二要素的严证 三要素的严证 因为有很多的业务场景下 是需要验证你的姓名 你跟你的身份证号 是否匹配的 比如说我们的游戏的实名制 这里面就是一个 一种API的能力 我们可以帮助用户 去做这种二要素的检查 三要素的检查是你的手机号 你的身份证 还有你的姓名的匹配程度 那阿鲁上也有这样的 三要素的服务 那我们的二要素和三要素呢 相比于我们市面的一般产品 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的产品啊 核维性会比大家要好 我们的都是获得了用户的授权的 是非常合法的 因为它整个的获取过程中 是有一个用户确认的过程的 相比于你买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 大陆不明的一些数据的话 它的真实性 时效性和它的合规性 都会更好 然后我们的内容安排的解决方案 比较简单啊 内容安排的解决方案 主要是帮助用户去识别这种 比如说垃圾的弹幕啊 其实就是视频图片 文本语音里面的垃圾色情 爆孔广告的一些识别的能力 我们这个能力可以通过 公网的API方式提供 也可以线下输出 看咱们用户的业务的具体的使用场景 那这种在纯线上的场景呢 我们可以提供的用户 包括这些啊 包括你看到 色情 摄影爆孔 诈骗 垃圾 广告 等等 甚至我们在这种儿童啊 儿童层面 其实也是有一些这种 包括滑龙色情 滑龙血点 这样一些场景下 我们都在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算法 不断优化我们的算法 那我们在 某某网盘的这样一个大项目里 也帮助用户去捋清楚了 自己在网盘的这个 一个业务领域内 就是有哪些是违规的一些信息 并且做了一些下线的 或者风查的一些处理 帮助这个网盘的用户 来满足国家的一些监管要求 还是那句话 在我们国家现在 内容安全 绝对是高压和红线 这个是不能碰的 我们需要相关的 这种技术手段 来进行自查 当然进行自查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不推荐 用户采取人工的方式 因为人工方式费时费力 准确性也不见得高 Sup上云安全方案 及混合云的解决方案 是我们阿里云在 业务上云 包括这种解决我们的 是混合云环境下的一些 这家事件 那Sup上云的解决方案 阿里云今年其实很大的一个 动作 或者很大的一个业务方向 是帮助很多传统的 大逼企业的Sup系统上云 那我们也是Sup的一个 亚太区的非常重要的 一个合作伙伴 应该到目前为止是 唯一的云服务的合作伙伴 云服务的合作商 那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Sup系统 上云之后要做安全 其实本身来讲 Sup系统 它和我们所有的一些 应用软件一样它是人编的 是人编的就会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安全漏洞 在这个里面我们也会 这里面就是一些数据 可以看到 爆发出来一些漏洞的数量 每年的这个数量 看到基本上是几十个 都是有的 那针对于这样一些漏洞的防护 也成为了我们企业 必须去关注的一个点 因为在Sup上面 我们存的一些数据 都是我们企业核心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如果丢失的话 对我们企业来讲是难以承受 这样的一个后果的 所以我们推荐我们的用户 在Sup上参照于我们云上的 这家实践 构建起Sup上云的安全整理防护器 并且包括Sup是一个 网站内的应用 那网站内的应用很简单 外部应用防护墙 如果Sup系统在云上的 这个比如说主机比较大 或者应用系统比较复杂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云防护墙构建起 网络层的入籍检测的能力 安齐是保护比如上S4等等这样一些 我们ECS的主机 上次存在应用的一些安全 安全管家是我们这些安全运营的服务 它是感觉是个整体安全的大脑 包护机来进行我们整体的 一个安全运营的管控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样的一个构建出来的 安全体系 就是一个 这不是很熟悉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等保的一个 缩小板 等保三级解决方案的一个缩小板 那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能够很好的帮助用户起 构建起用户云上的 基于工房的 基于运围的 一整套的安全防护的体系 事前事中事后 其实都是非常的丰富 能完整的 那我们在 某个非常标端的房企的用户的 Sup上云的这个项目中 也是这样去帮用户去构建起 云上的安全防护体系的 整个效果也非常的好 重点是也满足了核心业务 和数据库封控的这个审计的需求 因为Sup系统还是那句话 这个系统里承担的数据太重要了 需要像线下防护它一样 在线上构建起 同样的 同样级别的安全防护的能力 那互合云安息解决方案 是我今天介绍的最后一个方案 因为我们之前介绍的 所有方案里面 最普世的场景是 用户的业务加云上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可能因为我的 IT前期投入的问题 因为一些历史的问题 我很多的业务系统 是在云下的 怎么办 注意啊 在云下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也可以 复用阿里云上的安全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高仿IP 外部应用防火墙等等 这样一些产品 本身它就是基于我们的 云上的SUS化的服务 你玩完全愿可以采购 上面这样一些产品 来通过我们的 公安引流的方式 再回应的方式 再回到我们的 IDC的图管机房 或者我们线下机械的机房里去 而我们这样的一个架构 我们把它称之为 混合云安全解决方案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的好处一方面 你可以减少你的安全投入 因为云下的安全产品 你买硬件盒子 每年投入上百万 或者打几十万 用三年就要报废 那么云上的话 采购我们的云上的这种 实力化的服务 你完全可以按需购买 完全还可以 比如说你的业务的萎缩了 你可以减少实力 你的业务增长了 你可以扩大实力 弹性可扩容 另外一方面 你还能够应对这种新型的威胁 因为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因为我们云上的所有的规则的更新 是七成二小时是实施的 是有专门的运营人员 在后台维护我们的规则库的 那它的更新的效果 防护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第三方面 我们本身阿里云对于工房的理解 我们本身承载了接近中国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网站 也就是说我们渐渐的承受了中国百分之四十以上的 公鸡的流量 那我们 我们自己对于公鸡的理解 因为未知公焉之房 我们在整个工房的过程中 我们对于公鸡和防护的理解 也比我们的 我们的友商 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的 非常明显的优势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互门云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帮助用户统一管理安全策略 同时还能减少运游成本 同时还有能减少限制安全益的投入 这是我们互惠云的方案的一个优势 那最后介绍一些典型的案例啊 包括我们为这个某某新零售 那新零售是我们在 我们认为啊 这个首先第一个 这类的用户对互联网的业务非常的依赖 第二个 他所经历的一些安全的一些痛点 都是阿里云 或者是我们哪里挖集团 已经十几年来踩过的无数坑的一个 再踩一遍啊 或者叫总结 这里面可以看到啊 为什么我们讲到说 我们的WAF里面有这么强的 威胁情况的能力 或者说业务反其弹的能力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 不断的在和我们的黑产对抗的过程中 我们积累沉淀下来的一些数据也好 我们的一些能力也好 把它赋予到到我们的WAF上面 所以导致了我们的WAF的产品 非常符合我们电商的场景 那当然除此之外的话 电商也有数据防泄漏的风险 因为你最核心的用户的业务的数据 如果一旦泄漏的话 对我们电商的用户来讲 也是不能 也是不能损 也是不能接受的 包括如果 你的业务系统的编制 或者你的这个系统开发 有这样一些漏洞的话 可能造成我们的一些攻击者 通过修改订单的金额 零块钱就可以购买任意商品 这对于我们的官网 对于我们一些电商都是不能接受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推荐用户WAF 发病防护墙 暗骑士 证书 踏实感知 堡垒机等等 这样一些技术级的安全产品 都统一选购 当然如果一些你的业务开展 比较良好的电商的话 我们也推荐我们的电商用户 通过一下我们等级保护的测评 因为做好等级保护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进行一次安全的资产 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国家层面 为我们的整个的安全建设的一个效果 或者安全建设的一个程度来背书 可以帮助用户很好的去解决你 去自证安全的一个能力 这么一个需求 自证安全能力这样一个需求 那阿里云让某某医院放心上云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 我们的混合云的解决方案 帮助用户去构建起了线上线下 一体的安全的防护的方案 这是我们在医院行业的下案例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在线教学系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业务的封口点 那我们帮助我们的某某这个在线的这种 其实是一个交双英语的这么一个 我们讲叫一个企业 我们不仅帮他做了一个技术的防护 保证他整个的教学过程中的一个 业务的平稳 高华IP还有WAF 我们还帮他做了 其实在帮他 现在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内容安全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 比如教育的场景下是外交一对一 他们有很多的互动的过程 外交可能要跟小朋友发一些图片 那这个图片如果去涉嫌到一些 不合规的情况的话 对于我们整个的平台打击是非常大的 所以需要通过一些审核的手段 来控制成方这样一些信息的扭转 那所以我们需要有 需要有这种内容安全的识别的能力 图片的文字的 那所以我们能够提供 这种在线教学的一些网站也好 一些这种公司也好 不仅仅是技术防护的能力 包括实验认证 包括内容安全 都可以帮你去做 然后助力某某APP通过等保三级 这种官方的票务平台 只要是服务大众的 业务量巨大的这种客户 我们文文群圆可以通过 鼓励或者说我们建议我们的用户 去通过等级保护的测评 来构建起你云上的那些体系 这个在阿里云上进行这种登保的话 它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个一站式 也就是说你通过登保里面 所有安全产品的采购 都可以在我们的云顿的 或者云市场里一站式的完成 由于是云顿SARS化的产品 它的整个的采购 实施 连条 上线 都非常的方便和快捐 我们在这个 其实这也是个非常大的用户了 这是一个服务一个 我们讲省一级的用户的 那么一个APP 我们帮他去过等保的时候 仅仅六周就完成了等保测评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云上的系统 这个部署起来非常的简单 一天就完成了整体体系的部署 如果有经验的用户 应该会了解到 如果你是同样的项目 如果你采取的是线下的方案的话 就硬件盒子的方案的话 仅仅可能设备之间的连条 就要可能要消耗到 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设备之间的 不同程度之间的产品连条 还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 一些安全问题 需要 可能 真的要解决起来 解决武器了 所以不管是成本也好 还是效果来也好 我们也非常的通过用户 在云上 通过等级网红三级的时候 选购我们阿里云的解决方案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 如果大家对产品 或者说对我们的解决方案 有任何的疑问或者问题的话 欢迎叮叮搜索我的名字 我叫春青 谢谢各位